講講你們的聲明的方向 或者最想市民收到的一個重點在哪方面 我們想市民收到的重點其實是兩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最後要帶出來的就是政府此舉 是對香港的法治有一個很深遠的壞影響 第二個重點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政府現在這樣的做法 它是將政府裏面一個政治的考慮 通過一個政府的官員帶進立法會的選舉 而且就造成一個參選一個先決條件 這樣看來我們覺得是很不理想的 因為其實說到最後 立法會是一個討論政治的地方 所以有不同政見的人的政治見解 但是不應該作為一個所謂參選的先決條件 法假誓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其實也是一個罪行的指控 定罪是由我們的司法系統來處理的 這件事其實我們在《基本法》已經講得很清楚 《基本法》第八十條 講得很清楚很清楚 這件事不是由一個官員處理的 《釋法權》就始終在人大 正如說釋法權也在人大 人大怎麼想呢 它的想法跟我們普通法律工作者的想法 是不一致的 而且以我的理解 人大的釋法 其實很多時候是有少許的立法的意義 的權力在那裡 所以它有這麼多東西混合的時候 如果它拿著手說我一定要認識的時候 這個會是一個政治的事件 傷害有多大呢 和我前四次的釋法比較的話 很難比較的 但是我們在本地法律工作者看來 釋法的次數是越少越好 其實法院就用來解釋法律的條文 當然我們基本法說明是人大是最後的釋法者 我們也不可以說人大不許釋法 但是我們覺得現在來講 釋法是釋基本法而已 不是說釋本地法 這樣的時候呢 就是應該你也可以開宗明義就是說 由今年起雖然我以前沒有這麼做 我現在就會作出一個審查 就是審查你對基本法的擁護 基本法擁護 不只說擁不擁護 只要看擁護的程度 你是擁護基本法的哪一特別的條文 例如好像我可以說 有人說我最理想 就是最後來講 香港獨立是我最高的理想 但是我都很擁護基本法 我也都可以擁護到基本法 我從基本法的途徑 希望說服到香港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 修改基本法 將基本法第一條剔除 不是說不可以這樣說的 所以你說擁護基本法這件事 本身也都有一個相當大的灰色的地帶 怎樣叫擁護 怎樣叫不擁護呢 如果一個人從巡政基本法的途徑 要求修改基本法 那你可不可以說他 那你就不擁護基本法 因為如果你擁護的 你為什麼又修改他呢 你為什麼會說不可以說不停的 抗議 你不擁護